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生再不相见 老人留下一言 母子一长 近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这是用手机拍摄的一段视频 根据拍摄者说 当时这家的大儿子赵立昌在和母亲张改青争吵 后来儿子就动了手 打了老人 拍摄者说他没有拍完 是因为他下楼阻止去了 十三天后 2018年1月24日老母亲张改青去世了 距离老人82岁生日还差四天 老人的孙女报了警 他说奶奶是被大伯60岁的赵立昌给打死的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因为光线和角度的问题 刚才那段视频只拍到争吵的声音 并没有拍到儿子向母亲动手的情形 所以在法庭上 这段视频是无法当证据使用的 老人的大儿子赵立昌有没有动手打他 老人去世和大儿子的行为有没有关系 成了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 审理这起故意伤害案件的焦点所在 大理市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法警 到 传被告人赵立昌到庭 是 下面何时被告人身份 到庭的被告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赵立昌 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赵立昌 60岁 云南省大理市尔滨村人 初中毕业 因为什么事情被采取刑事拘留 或者是逮捕的强制措施 因为我们是民兵法事 对本人 一级人又大 对本人跌过脚 你先对法庭的提问直接回答问题 我们死掉了 你听清楚法庭的发问 是不是因为检察院指控 你犯有故意伤害罪 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这个事情 是不是 是 在公安机关侦办案件期间 赵立昌一直说自己没打过母亲 老人的伤是自己摔伤造成的 公安部门是领口供结的案 案件公诉到了法院 法官必须查清楚赵立昌 是否动手打过母亲 老人的死和赵立昌的行为 有没有关系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当时赵家确实发生了争吵 那么争吵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就是阿尔滨村 记者了解到 死者赵改青老人有四个孩子 长子是赵立昌 小儿子是赵立祥 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到了外地 小女儿精神状态不好 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五十年前 赵改青的丈夫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赵改青才三十岁 他养大四个子女 有多么不易可想而知 老人的孙女告诉记者 大儿子赵立昌 早就分家另过了 老人生前 是跟小儿子小女儿 一起生活的 虽然早就分了家 但是这么多年来 大伯只要一没钱 就跑来找奶奶要 要不到就摔东西打骂人 那天向老人动手 并不是第一次 赵立昌的侄女说 那天大伯动手 她是在场的 刚才那段手机视频 就是她老公拍的 当时他们在自己家二楼 看到大伯要动手 就赶紧下楼想去拦着 到门口就看到了这一幕 她一只手 左手还是右手 我记不得 这样提着我奶奶的领口 另外一只手 是提了一只脚 是这样砸在地上 砸 砸完之后又脚剁 当时老人就住在这间平房 按照赵立昌侄女的说法 赵立昌一手提着老人的领口 另一只手提着老人的一只脚 把老人扔到了室外的水泥地上 然后用脚又踢老人 赵立昌的侄女夫妇俩一边阻拦 一边赶紧打电话 给村民小组长请求帮助 后来赵立昌的弟弟两口子也过来了 大家总算制止了赵立昌 把老人送回了房间里 这个时候 村民小组的负责人也来了 村民组长劝阻了赵立昌 记者了解到了这场纠纷 是因为村里根据政策 发给了老人跟他的小女儿 1.5万元补助 给他们修闪房屋 赵立昌那天晚上过来 就提出房子由他来修 这笔钱则交给他 母亲不太愿意 于是就吵了起来 记者见到赵立昌时 问他起争执的原因 他说是因为怀疑 小弟家人偷了这笔钱 在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 有人向室外摔东西 赵立昌说那是他没错 不过他不是发脾气 是因为弟弟放在母亲 房中的玉米什么的 挡了道路才被挣出去的 他只是扔了东西 并没有打过人 老提这下 地这下 我对我妈也很好 现在我这个事情了吧 我是约碗 我没有打过我妈 赵立昌的侄女说 他当时就想报警的 可是奶奶不愿意让人知道 自己被儿子打了 死活不同意 后来老人一直说身上疼 起不了床 人不能碰 直接不能碰 一碰就叫着痛 然后我爸我妈 我妈给他藏身子嘛 就这样轻轻碰了一下 我奶奶都叫 第二天一早 家人就把老人送去了医院 一查老人的左腿骨折 前臂挫伤 尾椎骨挫伤 看到这结果 老人的孙女觉得 儿子把母亲打成这样 他坚持报了警 派出所一方面派人 去医院查看老人的病例档案 另一路则去了老人家里 向老人询问相关的情况 这是警察执法记录仪拍摄到的 到老人家里取证的画面 时间是2018年1月22日 因为老人是白族 派出所特地派出了一位 懂白族化的警官 那天找礼仓 大天在这地 是做那个威发的修复 就是搞这个修这个威发 改建威发工具 对对对 那天白天就在这地 让他们吃晚饭 他们这地的太阳都吃饭 他们发吃 在吃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发吃 然后就开始骂 开始骂这边随女 骂这边随女之际 他们就出个缺带 缺带不要骂 缺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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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不停地开始打 他们把他们打跌了以后 把他们打跌了以后 就拿着夺带了 大概情况就是 我们一样的夺带 什么位置 找你一插鸟 带你的大东西按压后 大东西按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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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几米歇 几米歇 你都在 大东西按压后 都在 嗯 都在 跨步这边嘛 嗯 也多了 赵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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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时间地点就不出过去 地点是 就这个月子里面 嗯 时间那个去 时间是有点模糊 嗯 在警方取证的视频中 当说到 是儿子赵丽昌 打了自己时 是可以听到 老人哭声的 警察也不知道 该怎么去安慰 这个老人 因为受伤 老人一直卧床 他说的确是 被儿子赵丽昌 给打伤的 但是他不希望 儿子被警察抓走 他只想着儿子 不要再上门 找麻烦就好了 派出所 以治安案件 先立了案 警方找到了赵丽昌 当时他不承认 他说他没打过他妈 几天前 他母亲自己 给他说的是 自己摔伤了 赵丽昌说 自己是和母亲吵了架 但是他没打过人 老人是两个月前 就摔伤的 可根据医院的伤情诊断 警察认为 老人身上的那些伤 应该不是自己摔伤 所能造成的 左腿骨 骨折 然后胸前臂 那个挫伤 还有就是 尾追骨 腰 腰椎骨挫伤 从这个 我们这个 正常的角度来说 他一个人 不可能形成多处伤 就在拍下这段视频的 两天之后 老人去世 原本的治安案件 升级为 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的案件了 赵丽昌被警方逮捕 随后移交检查机关 提起公诉 涉嫌的罪名 是故意伤害 但是犯罪嫌疑人 一直在喊冤 他说自己没打老母亲 老人是自己摔伤的 他一直坚持这个说法 直到法院开庭 被告人赵丽昌 你对起诉书 指控你的犯罪事实 和罪名 有没有意见 有意见 他体质是我妈 我是把我妈看活 我没有杀你从我妈 但是我妈 并不是我打过的 我妈 做是对本人的罪 早就对 我们家被证据自己的 本案的何一庭 由一名法官 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 这是一起被告人 领口供的刑事案件 那么证据链条 是否完整 是认定事实的关键 在他不认的情况下 你就要有充足的证据 来证明 就是被告人实施了 殴打他母亲的行为 在案件的举证阶段 公诉人就案件的 关键点之一 被告人是否 有殴打母亲的事实 提供了证据 这是一位邻居的证言 他在自己家的阳台上 看到了案件的过程 2018年1月11日晚上 20至21时许 听到有人砸东西的声音 就跑到自家案红上看 看到赵丽昌的母亲在说 你要砸家里的那些东西做什么 后赵丽昌入省 将她母亲揪起来丢在地上 用脚在其母亲身上 踩了几脚 具体踩了几脚 和什么位置没有看清 但就看到踩到了身上 除了这位目击邻居的证言 还有被告人赵丽昌的弟弟夫妇 侄女夫妇的证言 当时他们都在唱 这些证人证言 都指向被告人赵丽昌 打了老人 而赵丽昌则辩解 她的母亲 是两个月前自己摔了腿的 我妈并不是我打的 我妈做日子的罪 早就对 我们家归子对自己摇摇 根据账案的证据 显示又恰恰相仿 账案有证人证实 就是在她老母亲 就是案发当天受伤以前 她老母亲还行动自如 还做农活 那案发的这个 当天早上 她老母亲还到集市上 去买东西回来 其实在指认赵丽昌打人的证据中 最关键的 就是老人生前的这段陈述 赵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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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时间几点就不出去 底点是 就这个月子里面 时间那个几点 时间是有点模糊 法庭上 公诉人宣读了老人的这段证言 因儿子赵丽昌来家中做 威防改建工程 骂兄女 他出来让赵丽昌不要骂 赵丽昌就用手 将她打倒在地 后用脚踩她左侧胯骨的全身 对此赵丽昌又是这么说的 虽然被告人赵丽昌 否定了所有的证人证言 但是审判的法官和人民陪审员 有自己的判断 有这个目击证人的证言 还有被告人的证述 都共同地指向了这个被告人 整个案子在这一点上是 公安机关的取证是 还有法律效益 老人是在被打13天后死亡的 那么老人的直接死因 到底是什么呢 公诉人在法庭上 宣布了法医鉴定 直接死因为血霜霜三级感染 死亡机制为急性呼吸区 情况不能衰竭 法医鉴定 老人外伤的受伤程度是轻伤 他死于呼吸衰竭 老人80多岁了 平时身体也不是太好 那么他的死亡和被殴打 导致的腿骨骨折 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 我最关注的这个司法鉴定 就是这个被告人对他老母亲 实施的这个伤害行为 与他的这个死亡之间 有没有这个刑法上的这个因果关系 在查明被告人 确实动手打过母亲之后 该如何理解至死诱因的概念 和20%的数字呢 这些对定罪量刑 有什么样的影响了 法庭最终会如何判决呢 母子异常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是指伤害行为和这个伤害结果之间 有必然的因果 也就是被害人的死亡 是不是被告人的伤害行为 直接造成的 这是定罪量刑的关键 其实在案件的侦办阶段 警方已经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 做了鉴定 公安部门的具体委托的要求呢 就是一个死亡原因鉴定 以及法医病理检验 希望我们通过系统的法案学检查 来明确张改清的具体死亡原因 从而为刑事判决提供相应的依据 法医先介绍说 具体到本案 就是要查明死者张改清 有没有自身的疾病 他的疾病和这次外伤之间 各占死因的多少比例 反义认为老人是联合死因 自身疾病肺炎 和外伤导致的肺动脉拴色 这张病理学切片上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是一个肺脏的结构 有肺泡腔 有肺泡壁 那么从显微镜上来看 大量的肺泡腔里面呢 充满了中性的白细胞 中性的白细胞是那个紫色的小点吗 对 就是个蓝色的小点 那么这个蓝色的小点 如果我们用高背镜来看 它的细胞核然成分叶状 一般都分为两到三叶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中性的白细胞的细胞学特点 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 肺泡壁毛细血管 高度扩张充血 肺间质血管 高度扩张充血 整个肺组织里边 大量的中性的白细胞浸润 造成了我们 形成了我们病理学 诊断上的一个 融合型的一个 小液性肺炎 法医说 老人患有小液性肺炎 这和老人资深的体质因素有关 也是老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是我们临床上 非常凶险的一类疾病 病情隐秘 死亡率极高 发病极臭 那么外伤导致的肺动脉栓色 又是怎么回事呢 看到了典型的混合血栓的 红白相间的结构 那这个红白相间结构说明 说明它就是形成一个 肺动脉里边的一个血栓酸子 因为来自于下肢生肌脉的血栓酸子 占血栓所有类型的95%以上 那么结合这个三者的一个 谷谷外伤死 以及它的一个 三后长期卧床的一个病死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经过系统的凡血液 就发现了 在它的肺动脉的管腔里边呢 出现了混合血栓 那么这个血栓一旦堵在肺动脉这里 就会导致肺动脉的出现静磷 那本来这个死者 它就有一个肺部的一个 管泛性的一个炎症 那么这个血栓一旦再形成 那么我们就说血栓加栓 本来呼吸功能已经受到了影响 那么再来一个栓子 然后这个肺组织 它的整个呼吸功能 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导致急性呼吸功能的衰竭 法医分析 老人骨折导致血栓形成 与它自身的小液性肺炎相比较 应该是自身疾病 也就是肺炎 占了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 所以在我们的参与度判断里边 我们认为外伤存在是客观的 但是呢 它的血栓形成 与它的自身的小液性肺炎相比较 那么自身疾病是这样的主要因素 同时结合了老人的年龄特点 以及它的病变特点 最终我们就认定外伤 那么在这个 它的死亡原因里边 这样的原因率是20% 也就是轻微或者是诱发因素 这份鉴定报告指出 赵立昌殴打老人的行为 占了老人死亡原因的20% 属于死亡的诱因之一 就算法庭认为 在法律上可以证明赵立昌打过母亲 老人的死跟这次被打有关 可是大家在感情上还是不能理解 一个成年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 违背常理人伦和法律的事情呢 邻居们说 这可能跟赵立昌的酒精成瘾有关 赵立昌自己告诉记者 他是独居的 因为早年酒后打过妻子 酿成了小家庭的悲剧 我们两个人吵架 吵架以后 得说是劝我们几次好几次 你们不要吵不要闹 让我们还在吵这闹 就是为了我们两个就自杀掉了 大儿子死后 妻子带走了小儿子 赵立昌之后就一个人生活了 他以三轮车拉客人为生 他的小儿子也在庭审中出具了政言 说父亲喝酒后打人 连他和母亲都被打过 赵立昌的侄女 向记者展示了他身上的疤痕 这是2014年 赵立昌酒后打断了他的锁骨 当时听到他就说 我打死你 我要你的命 今天我就弄死你 我就听到这三句话 我用我的余光这样一扫 我就感觉那个木板就要伸过来 然后我就 当时的第一反应 我就只是这样一撒 头一撒 然后刚好那个木板 罗山打到我这里 对于这件事情 赵立昌也承认 但是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后悔 理由是 儿子已经替他付了5000元的医药费 赵立昌的侄女说 当时他的伤已经构成了轻伤 奶奶反对 他们也没报警 现在想起来很后悔 如果那个时候就报了警 也许奶奶就不会这样去世了 在庭审中 证人正言证明 事发那天赵立昌也是喝了酒的 为了慎重起见 警方和检察机关 在侦办案件期间 也为赵立昌做过精神状况的鉴定 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 对被告人赵立昌 住案室的精神状况 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了停定 停定中 分析说明 无法确定赵立昌 当天是否有喝酒行为 即使在普通喝酒的情况下 对其责任能力的停定无影响 鉴定意见 被鉴定人赵立昌 目前无精神病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酒醉的人 并不能被免于刑事处罚 而赵立昌的精神状态正常 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法律责任 诸审法官说 在审讯过程中 虽然赵立昌一直不认罪 他的内心 应该也不是没有回忆的 我记得在开庭的时候 曾经问过他 对他老母亲的去世 这个事情 他有什么想法 当时他回答是说 他感到很后悔 那我接着又在问他 你为什么会感到后悔呢 他就说 他老母亲辛辛苦苦 一辈子了 也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 感觉要进校的时候 老母亲却去世了 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感到很后悔 其实我觉得他内心 其实很复杂 很矛盾的 这一天是农历的 9月初九 中国传统的重阳节 大理事人民法院在这一天 就赵立昌 故意伤害案宣判 但直到法庭宣判 赵立昌依然坚持 自己没打过母亲 他是冤枉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4条 第45条 第47条 第61条制规定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被告人赵立昌 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被告人赵立昌 刚才宣读的判决内容 你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对判决有没有意见 有意见 是否上诉 上诉 一审时 被告人赵立昌 一共说了18次 我没打过我妈 一审法庭判决之后 记者采访他时 他说的第一句话依然是 我没打过我妈 我没有打过 老体这事 现在就判决我 两里太少了 如果我斗着我妈一下 签兵我就不话可说 为什么赵立昌被判处的是 两年有期徒刑呢 诸审法官做了法律解读 被害人的死亡的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 也就是直接原因呢 他是因为这个 肺部双塞和感染 他的这个行为呢 只是一个诱因 死亡原因 当中呢 他占的比例呢 是20% 我们国家刑法 第234条的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他分几种情况 轻伤的呢 有轻伤达到重伤的 还有一个死亡的 分到这么三种情况 造成死亡的 可能量刑 就要在十年以上 那么轻伤呢 轻伤呢 就要在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对被告人呢 进行量刑 目前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二审中审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我们的记者说 采访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赵立昌说 人在做天在看 他也是做父母的人 他不会打母亲 再一句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打死了母亲 法院怎么只会判他两年呢 从他的言谈当中 他是清清楚楚地知道 打生养自己的母亲 是多么不应该的事情 法院的判决结果 并不能反推 成为他没有打母亲的证据 希望这个六十岁的儿子 在他已经开始的 牢狱生涯当中 能以自己的忏悔和行动 来面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中科频道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